欸呦 劉士忌 一點點多個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PrayLot對上兩位1200的玩家 這張地圖是非洲臨終空地 先來看一下兩邊的選手的文明吧 先來看一下藍方是選擇了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這個文明 伐木速度非常快速 步兵的移動速度也是最快的 而且他攻城器的攻擊速度也是最快的 點下金冠技術之後 也可以讓自己的攻城器 變成血量最多的文明 再來就是他還有這個 城堡跟劍塔的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那賽爾特有這麼多最快的支撐的稱號 那總體來講 賽爾特人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而且也是適合打這個直層 頭車快攻的一個文明 非常適合 那也算是他的一個超級 升頭強化版的一個文明 那...總體來說 賽爾特人是一個不弱的 但是比較進階一點 因為他的操作性質 會比一半的文明更多一點 因為他的選擇性很多 也算是蠻考驗玩家 對賽爾特人這個文明的一個觀念 好 那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呢是選擇了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的話是吃果子速度非常快速 前期的經濟加乘是這樣子 但是他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所以到了後期 法蘭克人的經濟也不會太差 那法蘭克人還有著名的192遊俠 血量非常多 所以本身來說選個法蘭克 我覺得也是不差的選擇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馬扎爾 那馬扎爾爾的話 算是零經濟加乘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打這個野狼啊什麼 都是一擊必殺的 但是林中 這個非洲林中空地 是沒有野狼這種東西的 所以他這個能力呢 其實意義不大 他主要的一個加乘 是他有免費的鍛造技術 所以他去升級這個 防禦就可以了 所以他前期出肉馬 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局 肉馬配上槍兵 對他來說前期是一個很好的優勢 那對方呢 通常就只能轉攻兵 這也是打馬扎爾的一個 牽制打法 那我們先看到雙方 上面已經兩個在吃野豬了 那我們先看到黑拉 現在才開始去 要來拉踢一頭野豬 一開始都是先撈這兩坨魚群 拉到有一定的人數 再把這個野豬拉回來吃 那他很早就去開下伐木場 而且是三伐木開局 而且不是打那種經濟極限配置 因為我看到最近蠻多觀眾說 自己在練兩木配置喔 這件事情 雖然沒有什麼不好 但我還是要講句喔 就是先練正常配置喔 再去練這個極限會比較好 畢竟 這個極限練久了 你會發現很多問題就會出現喔 說不定練這個極限配置 就是你們卡住分數的一個原因喔 因為你有時候練一些極限配置喔 導致自己的經濟配置有點 沒有辦法很好的運轉 這也是一個 大家常常會忽視掉的一個問題喔 因為我以前也練過兩木這個配置喔 然後分數卡一段時間 自從改掉兩木之後 分數就穩穩上去了 主要是因為木頭不夠多的關係喔 你要拉木牆阿 房子阿 卡人口阿 前期很容易出事喔 那前期這些小小失誤變多喔 就會讓你變得 很沒有辦法正常的營運喔 或是會有這個 變成漏洞帝國 這都是難常遇到的事情 這是個人的一個經歷想法 當然大家要繼續用惡木開喔 我也沒有太多意見 大家玩得開心就好 這是最重要的 好 那目前看到 法輪客人 這邊是拉了第二頭犀牛回來 那馬拉扎爾呢 上面可能就是開了一個新的魚群 那 林中 空中林 這張叫什麼 非中林中空地喔 這個魚群喔 最好是四個人喔 去撈這個魚就好 三到四個人 因為太多人的話會太多人擠在一起喔 經濟沒有很好 這個經濟配置 可能大家在玩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這張地圖的細節喔 妹妹嘎嘎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大致上講一下就好 那開局的部分喔 盡量不要選擇在木頭的旁邊喔 因為你離木頭很近 但是你離其他資源會很遠 就跟你玩遊牧地圖一樣 你開在河岸邊喔 就會有點麻煩 你旁邊都是河阿 你只能下碼頭 好 那這邊看到黑仔拉了非常多的人去吃魚喔 他這邊可以騎拉 可以拉四隻喔 或三隻喔 去吃個斑嘛 因為模仿就在這裡 好 剛長的就拉了 那盡量就是維持三到四個人 去撈這個魚就好 好 那這邊肉已經準備要來升封建時代了 那目前看到 我們這個CA介面器喔 已經變成中文版了 看起來非常舒服 那大家呢 要來用這個CA觀戰模擬器的話 他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買的是付費版本 所以有些觀眾會說 欸為什麼有些東西看不到 最主要是因為 大家沒有付費 因為有觀眾在問我 好 付費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這個CA觀戰模擬器也是 挺佛心的 終於出了中文版本 雖然遊戲的東西喔 看起來蠻積翻的 但大部分喔 這個中文看起來算是正常 我覺得問題不大 好 那目前看起來均勻 已經下去了 準備要打一個直城了 好 四級加兵工廠 那這樣地圖喔 有人會打封建快攻 有些人會打直城喔 這是要取決於喔 你離敵人有多近喔 還有 對方什麼文明之類的 那對方直射很強的 什麼西班牙緬甸喔 你可能如果是法蘭克人 你就要提早去下馬就喔 提早去騷擾對手 會更好一點 那 這是以傳戰來講 那如果是單挑 非洲臨終空地來說的話 我還是會比較建議直城喔 但直城的話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喔 去出一點槍兵喔 防守一下這個撈魚的魚 撈魚的村民 避免被對方一個極限肉馬開 好 給尻爆了 好 那目前看到馬扎人 這邊是有出了幾隻工兵 想要來抓黑拉這邊村民 要第一時間用村民用拳頭反套 轉制回去 那法蘭克人呢 這邊也是打一個快攻 但是他們這邊出來的時間是已經 黑拉上到了城堡時代了 好 這邊村民都沒有死傷 反正是用少量的槍兵加肉馬 擋住了第一波的工兵騷擾 哇 黑拉這一波騷擾 好像只有 稍微被騷擾到這個挖資源而已喔 並沒有水吃掉 這個村民的數量 這個有點厲害喔 去在這邊控圖 把這個魔法給控下來 但是騎士已經出來了 而且這裡有黃金喔 好 待會騎士值會越來越多了 現在這兩邊呢 可能就要趕快去升到城堡時代了 就不要再那麼堅持打封建了 畢竟你封建兵喔 是很難打贏騎士的 騎士是城堡時代的天花板戰力阿 好 黑拉這邊點下一農二木 經濟稍微顧一下 等等要準備來灑農田 雖然這裡有非常多野生動物喔 跟這個資源可以取用喔 但農田這個東西還是比較穩定喔 可以穩定或許肉量的一個安定來源 確保自己不會斷肉的一個基本 好 那這邊兩隻騎士在上前 喔 這一隻騎士再一刀 OK 換掉了 好 那法蘭克人開始把家裡圍起來 右邊這裡也可以考慮圍一下 正面圍得差不多 兩邊 其實這三邊都離得有點近阿 都在隔壁家裡而已阿 OK 那反正是黑拉 開始要準備用駝石車來砸對方城鎮中心了 好 法蘭克人這時候已經點下了城堡石彈 喔 最後掌握一發 慘叫都出來了 好 工兵也再次走到了墓區 這樣看起來有點難射進去喔 克拉這邊圍得比較後面一點 攻擊手可能騷擾不到 好 駝石車已經開閘 好 法蘭克人這時候補下第二個馬舟 還有三馬舟 要來爆嘛 你有這麼多肉嗎 好像沒有咧 法蘭克人 好 這邊工兵還是有稍微騷擾到了這邊 下方挖木頭的村民 但兵不多 好 投石車瘋狂砸 看起來是要直接放棄這個馬舟 結果後面再補兩個 很少會看到這種頂尖玩家 去練這個1打2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滿好的練習 我跟1220的分段 好 跟自己去練手 可以去練這個多線防守 跟騷擾了 好 遇到這種 比較強大的配兵堵層子 該如何應對 所以這邊可以下一根箭塔 那黑拉覺得這邊投資一個箭塔 沒有必要吧 而且他也沒挖石頭 這邊是有石頭可以挖的 好 這邊打算用騎士過來硬解嗎 但是槍兵已經準備好 好 好 這邊已經打掉了 黑拉一隻村民 兩隻也拿下 哇 這三隻工兵立大功了 看要不要直接 低防子走掉了 哇 三隻村民 這個有點浪啊 好 騎士過來解一下 三台投石車 砸掉大量血量 好 槍兵直接貼到投石車 解掉了一台 但是更多法輪克的騎士 也走得過來 但槍兵沒有第一時間攻擊 後方騎士 反而是專心打了投石車 但是三台投石車都解掉了 哇 這一波交換其實並不虧 黑拉下方村民全部損失殆盡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死了多少村民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死了多少村民 哇 這個有點看不太到 哈哈 總而言之死了非常多 團戰的界面跟單挑的界面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團戰通常都是看這個 資源面表 好 那目前看到 薩爾克人 已經開下地上城鎮中心 馬達爾人這時候移升到 城堡時代 繼續抱了非常多的工兵 努兵也升級好了 這邊想要來蓋城堡 進行寶 所以喔 反而克城堡時代 有這個super 甚至加成 減免了 還是加成 好 那這邊 騎士再過來擠一下 應該能接到這一坨 法蘭克的騎士 要不要直接拉回家呢 但是數量損失非常快速 這一波交換 看起來並不優 被換光了 好 再兩隻工兵 也沒有要走了 懶得空了 現在只要是空這一坨工兵 好 又殺到了一隻 但哈爾的村民說 還是遠超越這兩位玩家的 目前是63村 對上40跟42村 村民領先大約20村 看兩邊加起來是84村 但我覺得不能這樣看 好 這邊城堡決定要蓋這個位子 這個位子 蓋得有點微妙 他有點顧忌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所以也怕被發現了 所以沒有往前蓋 但這樣蓋的話 其實依依不太大 因為這邊 城鎮中心 可能打不太到 好 後子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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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 蹲個雙線 你帶黑了有點被壓制住了喔 後子車子過來 用騎士 包夾一下後方的工兵 好 殘血的拉走喔 掌個一發 沒有空好 下面爆開 下面被砍掉 對啊 這邊解的 這一波解的很好 啊 手短 射不到 來點一下射程吧 一次射 一次射 點上去 好 上方投石車也在拆除當中 上方投石車 看 塞特的投石車 攻擊速度很快喔 不會怕 剛剛開始 差點預判成功 往前走 啊 往前走 就完蛋了 投車互打時候 盡量左右移動 往前走其實有點危險 這邊看到投石車抵抗了工兵前進 這邊又想要往前 哇靠 這是... 難工兵的一個不好的習慣 遇到投石車一直往前的話很容易被投爛 而且對方還是賽特人 你還想要跟對方投石車抵抗 後面有人會拉出你來修的 看了好痛苦喔 這工兵白白送掉了 但是他前面的工兵還是做到了非常多事情 所以也沒有說完全沒有抵抗住對手的進攻 稍微還是有騷擾到 好 看馬扎爾打工兵 這個行為喔 就有點微妙 可能他上第五世代要直接轉馬工吧 也有可能 好 這邊轉指輔兵 What the OK 那看到馬扎爾在家補了一個城堡 招搶一下槍兵之後往後招騎士 後面騎士一過來可能都要被招搶走 只剩下一隻槍兵 哇 幫黑拿補充了一些騎士數量 反而可能有點白給 好 城堡再補了一個 但是不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這兩根城堡都沒有發揮到 保錘的一個壓力喔 反而是有點稍微 防守性質的感覺 讓黑拿有更多的實踐喔 可以去農出經濟來 好 後車再砸 嗯 因為沒有太痛 喔 好痛 好 馬扎爾這邊 開始轉出馬工囉 但馬扎爾的馬工在城堡時代 並沒有特別強 因為沒有這個反群攻的關係 所以 現在打馬工 我確定是不是好選擇 好 這邊招到蓋城堡的村民 有點小賺喔 但也能蓋起來嗎 黑拿好像 沒有發現 家裡這一坨騎士衝進來 但松蘭武士已經過來防守 好 這根城堡 最後 沒有損失任何一隻村民 又把村民拉走 好 但是頭死車跟騎士已經侵入到了後方 馬達爾那邊村民處來到73村 反而算是66村 好 開始用頭死車拆除前方的城鎮中心 好 開始用頭死車拆除前方的城鎮中心 然後 然後 那個指輔兵什麼的都不用出了 好 這裡馬工 騎兵 四張來到了15隻 正面的騎士也衝到了城鎮中心裡 繼續 控住這個城堡 好 當然家裡有松蘭武士在防守 應該問題不大 松蘭武士跑的速度非常快速 傷害很痛 這就是松蘭武士 基本傷害高 移動速度快 血量還不錯 但沒什麼防禦 這就是松蘭武士的一個特點 好 基本上可以拿來當騎士用也沒問題 好 這邊城堡解掉了一些松蘭武士 好 上放的部分 開始守住了 哇 馬工直接上去 硬射 射掉了所有的老頭跟頭死車 這邊馬工立大功了 好 現在到處在著火 後面又有少量騎士抓到了村民 好 黑牙的村民術已經下降到攝影板一十五村 他已經點下了帝王死蛋 目前還是稍微被壓制住了 這一把一打二 打得有來有回 還算不錯 好 馬工的數量越來越多 20隻的馬工 好 拇指環也點下了 黃金越挖越多 20個人挖金 有 哇 這一拓馬工做到非常多事 殺了15隻單位 好 馬殺了 現在有這個主動拳 那一升到地龍時代可能戰況有所改變 因為步兵就可以獲得三級板甲 遠防會更高一點 而且也可以升到金瑞喔 血量會更多 而且待會也可以轉出重石奴砲 還有投車 進行反制喔 所以問題應該不是很大 好 待馬殺了這邊也點一下帝王了 這邊可能會轉一些巨型投石機喔 先拆除正面的城堡 先把法蘭克的城堡先拆一拆 這一隻馬弓還是讓黑了一點小小的受傷 那馬殺這邊細節沒有打得很好 這裡品種還沒有下 打工的話最好是趕快補這個品種 分跑術 OKOK 補了 最後我們開始把這個細節打好 OK 好 這邊開始展開巨型投石機 哇 這四隻騎士沒有第一時間看到投石車嗎 好 砸掉了一隻騎士 被砸一發 但... 可能還是救不掉巨頭 後方收藍武士直接追擊 三級板甲一好之後坦度上升 直接往前A也沒問題了 這一頭的馬弓還沒有跑速 收藍武士可以極限追上 哇 好慘阿 這個被追著打完全不能控制了 要找個地方鑽喔 要找個地方鑽喔 但... 零州 非洲零州空地喔 就是... 名副起始的喔 大部分都是空地 沒有地方可以鑽阿 好 後來可能也要被吃光了 雙晚無視的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站著A 就要把所有的馬弓給A掉了 沒了 好 這次要紅色 傳染客人 電玩世代重升級好 馬薩爾還需要一點時間喔 好 升級的是... 縱使王騎士 後面經濟過到最好 嘿啦 在明天待會要來全面進攻了 好 這裡輔了一個城堡 把裡面的伐木工全部圍死 哇 處形紅色的村民 好 那聰明術現在是 目前一千個團隊將近快來到一百村 嘿啦 這邊是來到了快一百四十村至一百五左右 好 非常多松藍武士 好 打的是... 正面的房子 打了進去 後面少量松藍武士開始在追擊 走村民的... 哇 城堡掉了 重裝騎士還有一段時間 好 我們升級好了 好 法蘭克第一時間受到了松藍武士的大量突襲喔 這邊趕快補下三攻 才比較好擋松藍武士 那1192遊俠啊 看起來不太能升上去了 這邊需要非常多的肉 但這邊農鐵已經被控制住了 所以法蘭克人待會騎士也會很難產 但法蘭克人這邊也不能放棄喔 這邊可能要偷奧隊友 趕快回救 但黑拉一直在雙線進攻喔 讓紫路兩邊很為難喔 如果這邊馬公去就右邊 左邊可能會失守 左邊失守隊友也會爆開 他如果不去右邊就隊友 右邊也會爆開 不管這麼大 都是會爆開 哇 看起來法蘭克人這一波要沒了 收藍武士直接無視城市中心 開始在城市中心下面 開始開打 這邊城市村民數量非常多 裡面沒有城堡的關係 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躲藏 裡面只能躲15個人 哇 這邊少說被殺了20村以上啦 好 但黑拉也沒有停止進攻 收藍武士直接狂暴 暴打了一波 這邊城市中心也是直接無情開打 上面的伐木工也是死傷慘重 左邊那個城堡雖然有馬公控制的下來 但是這裡就是黑拉的軌跡 他可以讓他的主力一直空在左邊 沒有辦法回救 他就完全動了黑拉的圈套啦 但是他又不想讓他這邊圍起來 怎麼辦呢 把這裡圍死就好了 讓他過不來就OK 好 但是1200的玩家 並不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反而這邊又出了少量騎士 稍微擋住了松蘭武士的騷擾 OK 村民數只剩下47村 現在馬拉的村民數也佈滿87村了 村民數太少 好 完蛋了 村民數已經跟黑拉持平了 127到124 越來越少 黑鞋套團隊難道殞落了嗎 哎呀 看起來扛不住了 這裡死太多伐木工了 哇 松蘭武士真的好噁 無情 狂暴 哇 還是精銳版本 血量85D 攻擊力18攻 被摸到就會頭破血流 而且又跑得快 隨便摸都摸得到 OK 松蘭找到了一個窄口 可以進行競技場單挑 這樣稍微可以反擊回去 好 但是變成兩格之後 又可以繼續開打 這邊想要包抄 好 松蘭武士 還是到處燒我當中 正面的農田處又死傷惨重 好 這時候 一千龍團隊終於打出了 聚聚 哇 這一場黑鞋 打得有點驚險喔 還以為有可能會被打倒 但沒有想到一千龍團隊 這個地方 雖然能上到帝王時代 但有點錯失良機了 上帝王時代如果兵力不夠的情況下 一定要為一個大使想防守 或是裡面插更多城堡 進行一個 避難動作 好 而且還要趕快按電容時代之後 馬上報兵喔 但 這邊可能有些細節沒有做好 酸即死的一些小小細節 都有點 做得有點尷尬 那左邊 馬炸這邊 也沒有補一個城堡 在左邊 防守 霍亞這邊過來騷擾 明明這邊已經看到村民被打了 但他這邊一直沒有補城堡 有一點 想要靠兵防守左邊這個區域喔 但用兵防守左邊這個區域的結果 就是右邊喔 沒有辦法去支援隊喔 就沒有辦法 達到這個 團隊效果的意義喔 反而是有在變單打獨鬥的感覺 這個是有點 小小的問題 好 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的部分 裹不起啦 黑亞這邊是贏了非常多的資源 食物甚至來到3萬 贏了法蘭克兩倍的經濟 那高手們喔 他們通常強就是強在喔 這個經濟的差距喔 比對手都會好上很多 當然是因為騷擾的關係 也是騷擾的很到位喔 然後也是村民被殺太多關係 村民也會差這麼多 但經濟來說 他們也是會控得很好 所以才會玩得好 因為這個遊戲就是 沒有經濟就沒有兵 也沒有科技喔 所以你只要經濟控得好的話 基本上你四季立國 不會玩得太差喔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一起送你 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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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 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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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鐘